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期不基数高吗 你看大众是不是都在全线在涨 但它会回落 我指的是同比 然后又回落了 这个大家可能要承认 实际上这个是模型预测 人算不如计算 那么这个CPI我们看看 这个蓝线会有一个逐渐的起来 温和通胀 因为全球粮价低迷 对不对 大家注意到没有 全球粮价比中国的粮食价格怎么样 很多产品比全球都高 明白意思了 我们的粮价很多的是比全球高的 全球低 那我们再高 那不就大量的出事大量的进口 是不是道理 它平抑我们的国内价格 而且我们的农村的改革也取得了明显成效 效率也在提高 你看现在我们都轮更了 多了不起 注意到没有 中央经历会说轮更土地 中国的土地更做了3000年了 什么时候休息过 今天刚刚休息过 是不是 粮食好啊 多啊 大家不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成就吗 是不是 这14亿 咱老百姓粮仓满满的 土地休息都没事 对不对 这多好啊 对不对 这中国 所以你说随时就可以种起来 你看修一修多好啊 修一修以后 我们更好的质量了 更好的生态了 所以这就是轮更这个 所以它这个是比较缓慢的 那么两个加起来 PPI和CPI加起来以后呢 会导致什么呢 就是这个民意GDP GDP平坚指数走高 大家看 这个是绿线啊 啪起来了 然后呢下来了 你看 就是供应测结果预计改革出来之前 这几乎是零啊 一计出来就到四 然后现在恢复到三 以后长期的大约三以上 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就是整体价格是比较走高的 我们可能预测一个就是呢 比如说2018年 我们觉得 实际GDP在七左右 统计局可以统计 可以公布 但是我们这个 精确工作者有个自己的看法 就是都不太准 这个可能实际的 关键是哪个 是更感觉的 民意GDP在十 为什么呢 因为你这个CPI在2.0 PPI在1.5 平坚指数在3.5啊 注意到没有 整体中国的平坚指数在3.5 那么3.5再加上这个7左右 肯定在民意10左右 M2在9 国债收益率在4到4.2 这我们先把预测告诉一下 所以呢 这个金融呢 周期有收缩 经历周期是扩张的 按照大成四季 我们这个大成基金搞了个四季表 就属于春季啊 为什么是这样呢 主要就是共测改革 我们觉得是个伟大的时间 是在没有放水的情况下 也没有加杠杆的情况下 及时化解了金融风险 你说咱们国家 还有没有明思一时刻啊 有吗 中国的杠杆率上升再下降 我问大家 好多人以为还在上升呢 是不是啊 在下降 同志们 在下降 在惊人的下降 人类历史上几次出现 没有金融危机的时候 杠杆率下降 这是第三次 第一次是美国二战以后 通过战争走出了这个大萧条 它萧条时间持续很长 1929年之后 到1939年都结束不了 到1945年以后才走出来 那个是通过战后的很多复苏 那一次啊 就是杠杆率下降 第二次是我们的98年 中国经济的改革 当时记得吧 当时国企改革 包括当时 那个是怎么走出来 加入WTO的红利 金融上很快 让我们杠杆率下降 知道没有 当然你四万亿又加上杠杆去了 加也是我认为 是必要的和重要的 虽然会给我们带了一些 但这是第三次 大家看到没有 经济好不好 还不错吧 金融是不是 也在整治吗 在收缩吗 对不对 杠杆就惊人的下降 没有金融危机 注意到没有金融危机 所以僵尸可能都活过来了 注意到没有 以前又说这个厂什么 钢铁厂都还不起了 现在这个活不乱跳的 是不是煤矿 是不是 我想这个例子 所以这就很重要 就是这个新时代 是一个超长紧急周期 不是新周期 是新急周期前夜 我们看看它这个为什么 我们把道理说清楚 就是说这么乐观 为什么在哪里的激励呢 大家看就这个价格上升 你看 民营GDP迅速上升 从PPI入手的 主要是供应者改革 是导致价格上升 PPI入手以后 导致CPI不动的话 整个GDP平均指数也高 上升以后 大家看 整个谁涨 教育在涨 医疗在涨 租金到没有太为明显的涨 所以中国大家看 我们的核心CPI明显涨 而粮价并不涨 和能源价格比较低 核心CPI在涨 说明什么 说明消费强还是弱 那么消费强 中国经济能差吗 那么我们看去产能 还是得到明显的 去产能做了什么呢 就是产业集中度在提高 大家看 整个产业集中度在上端 化工造纸 这个传统的行业 在提高 煤炭的提高 钢铁也提高 去产能 房地产的集中度也在提高 当然这个对小企业是不利的 我想对创业还是不利的 往往是强者横强 得找到一个market niche 你的范围 躲避这些大象 现在是有点强者横强 你看水泥 房地产集中都在提高 提高了以后 它利润就提高了 产能利用率 龙头产龄大于别的 去产能明显提高 所以导致的 我想说是价格激励 主要是价格激励 这里头这个价格会产生什么情况 主要要关注是消费 大家看 这个消费占64 贡献度 同比 注意到没有 中国经济是消费拉动的 服务业拉动的 不再是投资为主导的 你看这个 所以这个投资是32.8 进出口2.7 你看当年这个十年前 我们遇到国际金融危机的时候 咱这个是三十多 是不是 如果没有四万亿 咱直接就炸下去了 炸水里去了 你看到当时 现在这个结构转的也很比较猛的 十年之间 消费好还是坏啊 现在是 好吗 我们问消费怎么好呢 你比如说现在这个消费好在哪了 这是大摩的估计啊 将来可能只要三四线 更大更富 更敢花钱 很多这个优密的网友 是不是在北京 所以不做北京地铁四号线 你不知道西湖门那个角度机 是不是啊 是不是啊 所以我就说 你在一线生活 你哪知道三四线的幸福啊 三四线中国有多少人口啊 北上广深 加上西一线加起来 顶多这两亿 我们的城镇化大约在58左右 相当于14亿人中 那么一半 至少一半在城里吧 8亿左右在城里 是不是 对吧 大家想是不是啊 那么你扣的两亿 属于西一线的 还有多少 还有五亿呢 五亿比美国人还多 人家在三四线 你只是没做人家北京四号线 他说你体会不到人家幸福 房价也不高 对吧 那个收入也在涨 对不对啊 那我说这个价格比较高 现在你看整个是不是这个 是不是名义基地比较高了 对吧 然后CPI并不高 是不是可支配收入再提高了 这个消费在升级 注意到没有 我们看了一些大数据啊 这个茅台是把谁给吃掉了 他不吃掉低端酒 他吃掉其他的中端酒 所以供给侧改革出来以后呢 实际上是迅速的让价格起来了 工业利润起来了 利润起来以后企业会怎么样啊 不是还账啊 去杠坎啊 对不对啊 对不对啊 你想是不是这道理啊 所以他这个也是要利润起来 利润很重要 对外贸易 我跟大家已经报告了 这个现在对中国还是比较有利的 全球共振还是不错的啊 那么固定资产投资 我们看到 这个固定资产投资 现在主要很多经济学家 说要这个中国经济不行 你看 缓慢下行 如果数据没错的话 今年能好吗 光看投资 是不是中国经济今年 是不是有点问题啊 在下行啊 对不对啊 但投资占中国经济多少啊 三分之一 你观察到那三分之二了没有 观察到了没有 没有 所以这就是我们说的 固定资产分项来说 它在下行 我们说略有下行啊 问题就是都在下行 大家看出来了没有 都在下行 你想去杠杆啊 去产能啊 能够下行吗 要不怎么下行 怎么能去啊 大家想是不是啊 它要实体部门要重整 企业部门 对吧 肯定要下行的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